为庆祝创行33周年并回馈社区支持 京城银行特别邀请到光源社于10月5号周五 在京城银行的百利总行联合主办了健康保险咨询和东一捐赠启动仪式 那么京城银行副董事长杨明根 执行长黄国梁博士 谭秋行 总经理吴国骏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陈嘉言处长 协助处同仁等出席 为京城银行33周年献上了祝福 现场还展示了多幅京城银行的活动照片 增加热闹气氛 杨明根副董事长于欢迎致辞时表示 感谢所有客户和社区好朋友们 对于京城银行一贯的支持 并期待未来与所有客户携手并肩 相互支持共创荣景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陈嘉燕 执行长黄国梁博士都上台致辞 黄国梁博士并介绍新加入 京城银行管理团队的作业部 侯正成执行副总经理 众人也一同切下33周年庆大蛋糕 另外光研社今年冬一捐助将于 10月15日开始 京城银行连续多年参加这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欢迎社区民众将清洁的衣物整理好 带至京城银行 待11月月底活动结束 所有衣物将捐给有需要的低收入户 美南国际电视 记者Emerson 休斯顿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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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